这里开五堂白免时间 2021年8月10号 午夜 我们下面进行今天的播报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 等到这一天 枕头哥已经开始了 连续三天的 打擂台 拿出一些证据 详细的东西我们现在还没完全收到 只收到一些局部的内容 我们一会大概讲一讲 如果是没时间 我们放明天就整体一个讲更好 那么今天要有几个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继续一些理论性的铺垫 还有一个就是大陆将进入一个新的节点 叫武装斗争的节点 我们提醒大家 所以今天可能围绕这个部分 我们重点展开一下 那么同时呢 还有应网友的要求 网友以为我要求 让我们评论一下麻辣空间 我们讲的 我觉得很荣幸 那么同时我们针对这武装斗争 其实给郭文贵 我们讲一些有关他的 那个未来的可行之路 我们讲这里面呢 也参考了麻辣空间的内容 我们讲到的非常好 我们讲到这是有识知识越来越多 好我们下面呢 先讲一个理论性 叫次大陆文明的中国文化 这里面有几个概念 一个文明我们以前讲过 文明 那么我们不多 中国文化大家也知道 我们讲的这里的中国文化 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大陆货的 常用的这一块东西 就是降纲性的 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个降纲 那么我们把它归结为 次大陆 那什么叫次大陆 如果是纯大陆的话 是一个封闭体系 就是说内陆国家 内陆地方叫大陆 中国正好是有一个 一千多两千公里的 甚至是一千多两千海里的 那个海岸线 海岸线 所以它有一大半 一半 你看中国这个基图 这一半是跟那个海洋在一起 但是问题呢 它又跟那个欧美国家 那种海洋又不同 一面对了又是太平洋 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这一点的话 就导致它这个 又不能说完全像那种海洋性的国家 海洋性国家 所以它那个文化呢 然后还有一大部分的是跟着这个大陆的伏地 冲击平原 大家如果可以看到的 基本上都是喜马拉雅和清藏高原的冲击平原 冲击平原下来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中原大地 中原大地 包括长江山脚 珠山脚 长山脚 还有这是小 这是一个局部的 大的就是安徽呀 河南呀 这些都是冲击平原 大家知道冲击平原里面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次大陆的特点讲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地域环境对群体的影响 我们讲了个人是有时候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尤其你主动性 那么作为一个群体 它一定是受到环境所左右的 因为个人代表不了群体 因为群体里面有80% 80%的基本上是跟不上那个独立性的 脑子我们讲不是二八开嘛 我们这个同时我们也再强调一下 我们开户团主要是针对那个20% 甚至20%里面的5%的7% 因为中国基数大 基数大 基数大低于广 所以其实很多人来讲 只要有那么几个领先的人物在一起 就起码就可以控制到金字塔 这个是任何社会族群都存在了 这个金字塔来源于什么 主要来源于思维层次 所以我们一直讲到了思维的方面 思维层次就是你的认知程度 你认知程度深的人 然后你又能够跟现实结合起 然后又有一个小团队 那你就可以控制很大一方面 你比方说现在的DS也是这样子 那帮人几三几个或者几个 然后剩下的第二层就是什么光明会 共济会这类的都改变 变革了的静下来 那么美国的Q也是一样的 Q也是一样 据说不是只有十个对吧 十个然后加上一些好的工具 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人类社会有时候是脱离不了这点 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有 问题是大家要 有一些衔接 中层的衔接下来 不是说那个中居的中 是那个中层干部的中 一层层衔接下来 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传承 就是深的和浅的连贯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连贯起来 那么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顺利进行下去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那么次大陆的特点是什么 竟然叫次大陆 什么意思就是海洋文明和这个大陆文明的交界会 交会处 就是又享有的海洋的情况呢 又不足 然后又翻回来 那么但是在中国这里面的大陆成分比多一些 或者七三开 七分大陆三分海洋 过去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大陆文明 一直是大陆文明 大陆文明 那么现在打开的国民 稍微有一点海洋的文明的风吹进来了 吹进来一些 包括满清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也属于一个大陆文明 它是为什么讲它大陆文明 它是按照大陆文明的一个方式来统治和管理的 也就是说大陆文明的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特点叫自闭 自闭 我们讲知道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自闭的话 就很麻烦 自闭的话老死不相往来 所有情况就等于说是一个内向性的 内向性 它不是一个外向性开放性的 是完全内向性的 内向性的话 它就是对内是层层的挤压 为什么我们讲内向性的是层层挤压呢 因为它的经济来源 收入来源都是向内的 海洋文明的经济来源是外向性的 是通过对外面的扩大的吸收过来 所以它有一个开放性的精神 一直到达这个你的地球的边界 地球边界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全球一体化 所以全球一体化以后呢 你必须再往太空扩展 如果不往太空扩展地球的那个文明就受到了问题了 也就现在DS DS的设计的方案 基本上就是全球一体化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又开始封闭了 开始封闭了 没有再想 那么这一点首先呢 我们讲的为什么产生这个 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不坚定 或者拿了上帝的信仰来忽悠人 才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后果 产生这样后果 所以大家知道 大陆文明你就知道 大陆里面最悲剧的是什么呢 最悲剧的是三地文明 三地文明是最封闭的 狭小 你比方在阿富汗那种 亚洲的那个深山 深山里面 那基本上那就是 很封闭很封闭 中国你比方说在太行山 或者在秦岭那块山区里面 跟外面是老死不相往来 那么他受到地域的限制 那个周边的环境限制 限制的话 它里面就是一个人的 就是封闭性 封闭性就是停滞性 停滞性的话 跟到时代的发展来讲 它就是倒退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族群 它不具有长久性 一遇到外面开放的 开放的是不断增加能量 吸取外在的能量 这是开放性 封闭性是不断消耗自己 固有的能量 固有能量 你消耗消耗那就是逐渐的衰败问题 衰败问题 这个是不管在哪里 哪一个方面 生活上也好 哪一方面也好 都是一样的 希望大家记住这些 那么一般人的属性 属性是什么 好吃懒做 好吃懒做也就是天然的自我封闭性 就不想的对外去开脱 也不想的对外去发展 就是好吃懒 最好是你把他供养的 所以我们讲 羁押猪狗的这个状态呢 是一般人的通病 我们以前讲过好吃懒做是人 也算是一个生物 我们讲到生物性的通病 所以为什么这个情况要求大家有一个造物主信仰 有个造物主信仰就不让你好吃懒做这么堕落下去 他总会有一个开天窗的 有一个超越你这个好吃懒 也就是超越你环境对你的影响的一个结果 一般我们人受到环境一制约以后 他就被动性就起来了 他依赖于环境 依赖于哪些都是被动性的 你依赖所有东西 你依赖什么东西 那你要就等于什么叫依赖 反过来就是你信任他了 或者无能为力了 投降了 意思都放下来了 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依赖所带来的后果 也就是大家比方现在都依赖共产党 那你就要承担共产党 所做的事情带来的后果 所以这也是中国很多小粉红 或者是普通老百姓 普通人 那么无限相信共产党的一个原因 那么共产党无限的把自己放大 说成自己永远正确代替商机 其实他是没有这个能力 他只会越走越衰败 因为他是内向型的 不具有外向型的 那么过去邓小平那段时间 好不容易有点外向型 所以你看大家过了风生水起 都很开心 上上下 那么现在碰到一个习近平了 夜朗之大了 夜朗之大他想膨胀了 这一膨胀就爆炸了 这一爆炸 对方就不让你外向型了 给你封闭起来了 这一下就把他归缩回来 一归缩回来 灾难是接二连三就来了 我们提醒大家 所以封闭型的人物 你要是说 你让他什么 他要追求幸福 那都瞎掰 那都是自我安慰 说完了 所以这样情况 封闭性的人物 最容易被欺骗 所有封闭性的人物 最容易被欺骗 也就是最容易当傻子 最容易被骗 最容易被骗 这个也就是老毛共产党 他们当初 比方说骗了一些 贫下中容 因为老百姓 那个贫下中容 因为老百姓 就是一亩三分地 就是面朝黄土 贝朝天就看了家里这边自楼地 其他什么都不想 这个就是极端的一个封闭性状态 所以这些人 很容易被能调动起来 然后上涨受骗 成为别人的炮灰 我们讲到这个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从出生开始 你都要什么开放自己 包括你对后代的教育 培养也是 培养的话 我们为什么讲到 你要跟他平等的对待 平等对待就是 他的上面的空间 永远是开的 你如果用教育的方式贵蛋 那就是你每教育一句 就给孩子的天窗 封上了一个封条 一层层下来以后 到孩子就撒逼了 所以中国人 为什么很多人是撒 我们讲起来骂起来 就撒逼了 就是这样 被教育出来的 教育出来一层层 大家其实我们经常讲的 典型的案例 你就看看那个巴金 兄弟三个 老大老二 巴金的家春秋 家春秋 你可以讲到什么概念 大家就清楚了 他是老三 所以越到后面的自由度越大 所以开放性 开脱性 主动性也越起来 因为他在原来的 那个环境里面 得不到地位 没有地位 老三基本上 论知排辈之类的 你排不到你身上 所以他就得找出路 这个就是主动性 我们讲到 很重要的这一点 所以他家族里面 他也不奢望了 干脆不要了 我自己到外面去开脱去 这样的话就跳出了 那个家族封闭的一个环境 反而能开窗了 这个反过来讲 就像共产党里面的 早期出来当兵的 因为那个搞乡镇企业 后来 邓小平一搞改革开放 那基本上都是 很大一部分是转业军人 转业军人在中国里面 那个顺风顺水 第一中国是 被抵离 是军队的控制 军队全是军队转业军人 因为他们拥有 至高无上的特权 群体向来讲 有至高无上的特权 而且 共产党是依靠他 来坐稳天下的 所以这些人转业了以后 他的战友之类的 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链接以后 他的信息量 和扩展量就完全不一样 上能够达到上面 因为战友里面讲情谊 讲什么 有的人就升上去了 就相当于 中国的军队是一个大学校 以前我们也特想去当兵 但是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就没辙了 那么就讲 那里面是个特别的一个大学校 而且那里面 基本上当兵的时候 有时候很简单 不像读书人弄那么复杂 所以他里面有时候讲的 战友情谊 两肋插刀 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面 有点特点 有点像江湖一样 有点江湖 但是比江湖又强 强在哪里呢 有他的一些规范 还有一些战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是纯粹一个大江湖 江湖 里面讲江湖道义 意气 统统全在里面 然后哥们 他打仗的时候就靠这个东西 他不是靠你的信仰 那个理念 不是的 千万去除这一点 所以有人讲 共产党是一个最大的黑社会 没错 那么最大黑社会在哪里呢 军队 军队组织 我们提醒大家 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讲 次大陆的问题 就是一个封闭体系 所以我们这块环境 如果按照国际上来比的话 次大陆最开放的是谁呢 法国 法国次大陆最开放 最开放 然后他也有大陆的本性 所以法国人就有点 讲起来就是那种 叫什么 他也是喊的口号最自由 喊的口号最自由 然后也最冲动 但是呢又接近不了那种 岛国像英国 那种纯海洋性文明 他又到不了 所以法国人呢 就处于这种吃大陆 但是他 如果真要用大陆干吧 他干不过德国人 德国人带有一种 大陆内陆的性质在里面 因为他靠近 靠海洋的出海口比较小 相对来说山地啊各方面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文明 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是欧洲的情况 在这里面 如果他成了一个大一统就麻烦了 成了大一统就麻烦了 那么中国基本上 这个吃大陆为什么被那个秦始皇 秦国 秦国是在中高原地区 大家要请你 他有三地又有平原 所以他占了三地里面的那个标悍 三地里面封闭起来 有时候他很标 虽然封闭 但是他就是一个固化的 就有点像那个原教旨主义者 原教旨主义者 他能够抱团 因为他就是一个族群圈在里头 容易抱团 也就集体主义化比较强烈 那平原化呢就有一点松散 集体主义就开始松散一些 也就是说从三地到平原到海洋 到纯海洋 那么他是逐渐开放的 这个路径是逐渐有集体向个体转变的过程 我们讲到了就这个意义 逐渐有集体向个体转变的过程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 那么过去的秦始皇 他那地方基本上就是 他那个地方就比这些平原地方开放程度 就要降低一些 所以他们那边直到一上午 产生那种残酷的方式 那么开放的平原地方可能就到不了 因为越来越个体化 越来越个体化的时候 他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不会像那种穷人一样的 那个贫穷一样的抱团 大家记住这点 我们讲穷则拒负责利 负责利利就是越来越独立 但是你越来越独立就是越来越文明 说白了就越来 所以秦始皇那时候越来越野蛮 所以他等到他统一六国的时候 其他国家就对他不服 觉得你这国太野蛮我受不了 所以到最后 只要项羽一呼 其他的都起来 那么项羽那块是楚国 楚国大家知道里面湖泊 湖泊里面跟山地里面又有相同 又有不同 有水的地方有灵气 有灵气 有灵气的话就等于有点小海洋性子的 有小海洋性子的 那么他多少有灵气他不一样 但是又有一点自我半封闭在里面 所以他那里面的环境 他就思维方式是不一样 思维方式跟存3D里面不一样 存3D里面是最单一 你加上水一会他就有灵气 他那个机动性自由度 或者是灵活性就开始起来了 起来了 所以他又介入这个之间 介入到这个之间 然后这一点点就起来 大家就把这个给干倒了 我们讲的干倒了 干倒了 那么刘邦他是从沛县开始 沛县是在江苏那块 东边那个 启东 就是连运 连运港是海边了 我们讲到这是 现在的是 金户县 金户县 河肥那个叫 叫什么地方 沛县 沛县就是接近山东那块 山东安徽 其实他接近山东 安徽和江苏 现在划分了这样的一个交界地方 他往东边就有点海洋性质 泛黎呆的地方 有点海洋性质 那么往内陆是一个平原性质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讲到的 所以那边人他就有点 灵气就会有用计策 用计谋开始 那个状态 我们讲到 那么四川盆地又不同 四川盆地里面 他是一个盆地 盆地是比较富裕的地方 然后他又是一个封闭体 就跟新疆那个 那个叫柴达木盆地 是吧 新疆那个叫 是不是叫柴达木盆地 我好像记得是 一下忘了 就是哈密瓜的地方 他也是一个盆地 盆地里面也带有绿洲 也有个风雨 一般富裕的地方 人都会相对会文明一些 贫穷地方相对会野蛮一些 什么叫野蛮我们讲 就单一 你越单一 野蛮程度越高 越丰富 文明程度越高 为什么丰富呢 多样性 花样性 所以他就不会去 变成一根筋 一根筋 所以变成一根筋了 就比较野蛮了 我们讲到野蛮 所以有时候军队里面训练的时候 让你当炮灰 绝对炮灰的时候 让你简单化 简单化 那么我又这么讲 你既然说军队里面 能都是野蛮的 简单化 因为简单化 都野蛮的 怎么又说军队里面 又是比较开明的 因为它是流动性的 它是来自于五湖四海 接触了信邪广 所以这里面呢 它也有它的强悍性 也有它的灵活性 所以我们讲军人 在这个方面就是有所不 所以你只要给军人东西 稍加培训一下 注入一点知识以后 他们就能量就会非常大 他第一个有能脉 第一作为自己来的 它有自律性 因为军队里面要宣传 你既律性 要有自律性的 自律性就等于 你有一个框架 自己有一个棱角 有一个框架 这个是很重要的 普通人做不到这一点 他这个边界就不清晰 军队里面 他在训练出来 他多少有个潜意识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这样的东西 他就容易 就是集中精力 干事情 同时他那个社会的广度 又有 人脉性 又有各方面的帮助 之类的信息量 它也存在 所以这两样 就注定到这一点了 那么普通人里面的话 有的人一开放 开放就是天马行空 没着陆 没边界 那样的人容易走向 投机 投机人的心就 心性不定 定不下来 定不下来 也就是信息量 超过你的自律性 信息量超过你的自律性 那么这个人 这样的人容易 就是一个是好动 第二个是投机 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投机 就是缩宝镜 就是动一郎头 吸一棒子 没有那个安静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是这样 那么次大陆的镜 就处于这样两个之间 处于这样的一个之间 就是什么呢 他有信息 然后又不能完全的沉浸下来 然后专一的东西和这个发达东西 它没有很好的匹配起来 什么叫专一的 就是说你原始单一的 就像军队里面单一的情况 要跟你信息量的扩大 两个完全匹配起来 轻重缓急比好起来 那就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你这方面比例没弄好 那就是非常的一个降纲性的 降纲性的就是扯不清楚 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就等于说是 翻烙饼一样的 哪也不行 这一点呢 我们次大陆一个典型的代表 你就看旧上海就行了 30年代上世纪 30年代的上海滩 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是一个过渡性子的 那也就是后来的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的翻版 大家知道吗 香港六七十年代香港 就是30年代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 这也反过来说明 上海滩是提前进入到了 这个过渡阶段 像我们说 然后到49年给中断